哇,這麼多人在這裡 Juiligong Guten Tag Dafi Fragen,我還沒看到Gelattu 我還沒看到Gelattu 那我相信如果你來過歐洲都知道 其實各個城市的歐洲都是一樣的 那就沒什麼特別說了 如果有什麼美的風景的話 再拍給你看 這巧克力大減價,全部三字 有沒有興趣買一隻? 這個超好吃 對面全部都是雪山 好厲害啊,OK啊 我現在是巴蘇 是啊 那是我自己 我剛才站在這裡想了很久 這個究竟是真人還是模特兒 謝謝 乾杯 乾杯 Hello,我是李倫 今天一開始我們已經在火車裡了 那我現在去哪裡呢? 我就是去瑞士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旅遊區 Luzern 這個城市每年的夏天和黃季都會有很多遊客 逼包整個城市 Luzern都是我之前讀書和實習的城市 我在這裡都住了四年 我今天就要回公司開會 所以趁這個機會早點出門口和你在Luzern走一圈 那我這扇車都要坐大約一小時 那我們到了之後再說吧 Luz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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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終於都到了 這個地方既熟悉又陌生了 好了,沒有回來了 這就是流心火車站以前的大門 雖然現在整個火車站都裝修了 但他們都留回舊門去紀念 在火車站的外面已經是碼頭 如果你想遊船河的話,就直接在這裡買票 好了,現在來我開會還有幾個小時 難得來到,我們先去看看大陸的景點 然後順道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和你分享 這裡就是我之前畢業典禮舉辦的地方 很久都沒有回來,還是這麼漂亮 這間是流心的大學 現在放飯時間,有很多學生坐在湖邊吃飯 這裡夏天有太極班上 旅行沒工作的話也可以來試試 這裡可以很清楚看完整個湖景 說明火車站已經有超市,藥房,賣電話卡那些地方 而且他們星期一到星期日都開門 而且都會開得比較晚 所以如果你星期日或者晚上有什麼要買的話 都可以來火車站找找看有沒有 我六年前在瑞士申請的第一張電話卡 就是在這間店裡申請的了 那我們來到第一個景點了 這個就是流心的卡貝爾橋 這條橋是在1333年建好的 歐洲歷史上就是一條木橋 它曾經都被火燒過一次,之後就維修了 這些東西我都是維基百科找的,我就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我只是想說這個塔那裡有一間很貴的紀念品店 我在這裡住了四年都沒有去過一次 難得來到要不要走個圈 其實這條橋我都走過不下幾百次了 難得回來就走個圈 他們是不是裝修過呢? 這附近那些木不同顏色的椅子 這間就是我說的那間很貴的紀念品店 不知道是因為它現在疫情不開門還是倒閉了 它1863年已經在這裡了 這條橋每一格的畫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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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都很久沒試過好像遊客那樣回來看這個城市了 其實問真心都真的蠻漂亮的 不過以前就在這裏上學和在這裏做事 都是常常都匆匆忙忙的 都沒有認真地在那裏看一下風景 今次回來見這些風景都蠻懷念的 在這條橋後面上來之後我們就到了Old Town了 其實我相信如果你來過歐洲的話 都知道每個歐洲城市的Old Town都是一樣的 好看啊OK啊 我現在去巴蘇爾 是啊有我幫他們回到香港 我們拍張相片 如果不是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 如果你要買Victorino的東西的話 就直接可以來Luzern這家Old Town這家買 那這裏就直接說廣東話 有 說廣東話的員工也有的 對 有沒有折 35元 去到幾豪華這個 去到完美 要多久 15分鐘 OK啊我有點興趣 好啊我弄一個 其實本來都沒有想過賣東西 那就要花錢了 不過沒關係啦 難得有得自己弄一把軍刀 都 都叫有意義的 不過他們這個活動呢 去到這個月呢就完了 所以我想你們之後都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弄到了 等你們到時候有機會來旅行的時候 看看你們有沒有機會弄吧 那麼多選擇我 選擇恐懼症 真的 買什麼色號呢 可以前頭不同的 但是你可以買這個 這樣就煩多一倍 這把是我第一把軍刀 是嗎 是啊 這次我第一把 挺好啊第一次自己弄 其實話說是我第一把軍刀 但我都之前買過很多把給人 這是我們一起做的 但你們也必須要工作 是嗎 對 非常 這個就開始了 這個特別有寫明自己製的兜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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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製的兜兜 好 謝謝 很可愛 歡迎光臨 我現在可以在工廠工作嗎? 這就是馬克勒 他們很好人 還送了一個禮物給我 那遲些等疫情好之後 都可以帶人來買東西 這裡挺大間 而且他們說如果你多買個80元的話 是會有禮物送的 那好了 我們現在繼續出發了 我都不敢再走進什麼店裡 我怕被人推銷了 說實話 走了這麼久 到現在還沒吃飯 那我現在就是先吃飯了 我現在去找一間我以前經常去的中餐 看看老闆和老闆娘還在這裡 前幾年他們都說就快退休了 不知道他們現在還有沒有開 這間Müller是德國版的屈臣市 想不到現在在Lusser Old Town裡都開了一間 這裡很多人會買手箱和帶貨回香港 有很多香水 護膚品和保健產品那些 這裡都很便宜 之前香港很出名的有花的護手箱 在這裡買的話就一元歐元一支 走走走在這條小巷看見一個雪山 看見到嗎 這裡 如果你走到Old Town的尾 就來到獅子帳那邊的話 你會看到一間賣芝士的店 他們門口會有這隻芝士批賣 兩位一個 這個超好吃的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是瘋狂吃這個 所以如果你來旅行的話都可以試一個 不過說明先這裡的芝士味很濃 受不了就不要試了 難得來的話就買一個吃一下 你需要買一份芝士嗎? 這是芝士的芝士的芝士的芝士 我買了 芝士的芝士的芝士 芝士的芝士的芝士思了 芝士的芝士的芝士這樣子 芝士的芝士也等就要喝 芝士的芝士出大風 啊 風黃早餐 哎 希望我們要開門 這有沒有在 不見啦 我认不出吗 在拍小视频啊 对啊 我现在刚开始拍了七个 今天就难得回来拍一下 全都是瑞士人吃的 没什么亚洲人 我都多久没见过亚洲人 这间餐厅是我们以前读书 而且老板和老板已经很熟 大家很久没见过他们 谢谢 哇 谢谢 北京炸酱丸 如果你想在瑞士吃到比较正宗的中菜的话 来到湘就行 因为里面最多亚洲人 我平时住的城市 全部都是甜酸鸡 四川牛 那些豉油和辣酱混在一起 等待中餐 你想吃这些的话 都没什么机会 有时真的很想回来这边住的 只是为了吃中餐都值得 好饱啊 我想说那些份量还是很大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所以将来你们来欧洲旅行 吃见了欧洲菜的话 我都会介绍你们来这间食 老板娘很好人 那我们现在就去第二个景点了 就是一个狮子像 那这个都是Luzern 最出名的两个景点之一 那我们现在就 继续走 哇 这么多人在这里 这么多人在做什么 感谢您的 好烦恳 失望 请问我请问 您在这边等待难吗 您在这里等待会吗 您在这里等待会吗 在这里等待会吗 您在这里等待会吗 您就能够吃到这里 您的那个日子 你现在吃到这里等待会 所以今天是第三天 对 今天是最终的天 所以他们们在这里充足 所以如果您有小杯子 您在这里等待会 您在这里 取得些什么 冲氏 那是什么 那么是他什么 你会说吗 你有試過嗎? 真的很棒 我居住在這裡,50m 所以我經過一趟,所以很棒 它是家製的,很棒 謝謝你,有一個好的日子 原來人們在排隊排雪糕 幸好不是排隊進去看獅子像 今天是這間雪糕最後一天 所以人們每個人都拿著他們的盒子自己來栽雪糕 不過我現在吃得很飽,我就不試了 反正我現在試完,他們都很倒閉 你們將來旅行的話,都不會有機會吃得到 這個垂死獅子像是在1972年時建好的 它建的原因就是紀念760位在戰爭中離世的瑞士士兵 你看到石像的上面那一行拉丁文 如果翻譯中文的意思就是 獻給忠誠和勇敢的瑞士 而下面那行羅馬數字就是記錄下 當年事件發生的時間 在獅子像旁邊都有一個冰川公園 不過這個就有入場費要收回的 我就覺得這些是兼密的東西 就是騙下遊客的,我從來沒進去 如果平時旺季來說 現在看到前面這塊地 應該全部都是擠爆所有遊客 前面是不會像現在看到那樣瘋狂的 所以對我來說 看到這裡這麼少人 反而才覺得出奇 好了,話這麼快 我們就看完第二個景點了 其實都是為了拍片我才過來的 如果不是平時的話 我都應該不會再過來看的 不過剛剛看完這裡附近的環境 我發現很多手信店和餐廳都沒有開門 應該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受到太大的打擊 你看剛才那間雪糕店都已經關門了 應該都是做不下去了 因為沒有遊客來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們知道 是有機會來的話 應該都已經不同了 所有環境都已經 趁這次難得有機會就記錄下 這間叫做Old Swiss House的瑞士餐廳 都是一間很有名的餐廳 不過現在還是沒有開門了 然後來到這一區 就是全部都是賣標的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你是夏天旺季來的話 會全部擠爆所有遊客 很多中國人和印度人在這裡 現在疫情所以沒有什麼遊客 所以你看到現在好像很鬆動 不過之前讀書的時候來說 我永遠都會避開不走這一邊 我剛才站在這裡想了很久 這是真人還是模特兒 有興趣買一隻嗎? 現在疫情真的太沒有生意了 現在疫情真的太沒有生意了 這些朱古力大減價了 全部三折 連Lint都有了 都是三折 這麼大張明信片 不用怕不夠位置寫 這裡好多瑞士傳統的鐘 全部都是人手製的 如果你要買手信在香港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是所有裡面最便宜的 這個26元 然後大這些呢 就幾百元到一千元都有 這個是所有裡面最貴的 這個要1700元 對 差點不記得要過來湖邊走一下 其實如果你問瑞士有什麼 免費又高質的活動可以做的話 相信來這裡走一下湖邊 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你看這個景點 對面全部都是雪山 因為陸商這個城市 是被很多山包圍住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天氣都幾變環不上 Hello 這個就是大名鼎鼎的Pilathus山 不過今年到10月呢 它都還沒有雪 很奇怪 反而一些矮一點的山 都已經開始直雪了 好 好 我们又回到旧城区买标的位置了 其实这个城市也挺小的 一眼看光的 我想如果你只是想来看洛杉矶市中心的话 我想半天的时间你应该已经够了 这个就是洛杉矶市最大的邮政局 它就是在火车站旁边的 所以如果你要记信 记明信片那些的话 直接可以在这个位置搞的 而它们旁边你不需要走一分钟 就已经去到卡贝尔桥了 这个是北加索博物馆 它是距离火车站旁边 大约两分钟的路程你就可以来到 所以如果你想找些东西涉时间的话 我想这个也是挺好的选择 好了 天都差不多了 我都准备要回公司开会了 今天和你在洛杉矶里走了半天 说就说带你去看风景 怎知变得好像是你们陪我看朋友 要吃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洛杉矶里 他們嘗試用來做的 Swiss包 芭蕉 芭蕉 好,不可否 可以失去芭蕉 因為別人需要直接贏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現在上了火,準備回巴掃了 今天一天都見到很多之前認識的人 還有看很多以前經常看到的風景 都蠻開心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留言、讚好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